哈喽 最新的一期signal了 过去这一周的新闻数量不是特别多 我就挑了 我们俩就挑了四个 对 但是这四个新闻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重磅 对 有两个比较我认为比较重磅的新闻 就是大家看封面标题进来的 苹果的手机很有可能会变成这种租赁的形式了 我们一会可以深聊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塞尔达挑票这个事 塞尔达的矿业之戚2 对游戏计划来说是一个比较震撼的 对 它还不只是个游戏话题 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之前不是很多朋友反馈 他们用的播客平台一般是Spotify或者说小宇宙 然后最近我们也是考虑把播客上线Spotify和小宇宙 然后会把订阅的链接放在视频的描述区 大家吵了很凶说之前什么小宇宙还有Spotify 我们现在就上了 大家支持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最近这几个新闻 我们第一个就直接上来聊封面的新闻 是苹果将把iPhone作为订阅服务出售 然后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 目前还没宣布他们是有线人在苹果里面 就没有透露他们的名字 但是就可以证实它是在开发过程中 对 马格门写的新闻 然后他们的一个线人就不方便透露 这个事也算是严格来说 现在看起来是个留言 但是大家怎么去判断这个留言靠不靠谱 至少我个人 我个人的一些方法 就是看一个留言靠不靠谱 你就要看背后它的逻辑合不合理 比如说苹果现在要这么做 比如说它的手机不是一次性 比如说卖个8000 1万 就是它家的旗舰机每年出新 8000 1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门槛 但是如果说以这种月租也好 日租也好 我算了一下 最贵的旗舰机1万多出头的 你如果说一年换机 按照365天来算 一天大概就是二三十块钱 好像能接受了 但是它如果作为一个租赁服务的话 它应该不会算是12期 或者是24期的那种价格 肯定会更贵 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 让消费者觉得好像一天 咱这么说最贵的旗舰机 一天的租金相当于二三十块钱 如果说比如说iPhone13或者说mini 你这么算起来一天可能十几块钱 我刚才还是讲苹果这么背后的逻辑 如果它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销售的政策的话 会让很多觉得一次性掏出来 大几千上万的买手机的人来说 好像是变得能接受了 我为什么说这个留言 我觉得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苹果可以钻取更大的利润 而且它可以把用户更加绑定在 对 而且它可以比如说以硬件的 以后iPhone作为一个订阅 对吧 你一年费用或者是一个月的费用都订阅 然后还可以捆绑一下他们家软件的服务 前两年的Apple One就是这么来的 整合了他家之前很多订阅制的服务 几乎是所有的订阅制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以苹果的手机以后 有可能还真会以这种形式来出售了 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对国内的大家来说 很多人是分期买 而且像招商银行 很多银行都是24期免息的 听起来门槛还是能够通过硬件订阅制的这种形式 就是把价格门槛进一步的打下来 让很多人破除他消费的心理的屏障 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苹果是有意义做这个事 而且这个可信度是挺高的 而且他之前其实对于有一定的探索 就年纪换新 复一年的Apple Care Plus费用 然后第二年你可以接近半价 折扣 换新机 但我觉得这个服务可能 我个人觉得不是针对国内的 到时候国内可能你这种新的这种销售形式 就是国内会不会有一些监管部门 或者说有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去限制 那也说不准 所以有很多不确定在这 但是我们能看出这个信号 我跟大家讲几个事 首先苹果公司曾经一度破3万亿市值 然后他iPhone这块的销量 超过了他们每年营收的一半以上 手机是利润最大的一个业务 所以说他在手机这块要变一个新的销售形式 那一定是为了更大的利润 任何公司都是这样子的 在国内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现在不确定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国内影响不大 国内很多银行是支持24期免息的 你看跟订阅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苹果它一定会附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采用这种硬件订阅制的形式 我可能会包括Apple One 搭售它自己的软件服务 带一下其他软件服务 对相当于一个月可能一两百块钱 或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 有不同的tier 你可以自己选手机拿回家 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 而且这个服务应该会是在欧美那边先推出 国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 但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个新闻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背后的逻辑我跟大家讲了 苹果一定是干这个事是有利润的 而且这种订阅制这个话题 其实我一直想做视频跟大家聊一聊 有机会跟大家讲一讲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话题的 它是一种很 一个很大趋势的一个商业模式 是的 很多公司现在都往这边转了 就是买断制 然后变成订阅制 要培养消费者的一个付费习惯 OK这个新闻我们聊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是光环推出了真人的电视剧 然后AK AK是我知道是非常狂热的光环 还要走了 我们天天把masterchip摆在嘴上 是 光环是这样子 我很可惜我觉得国内光环玩家少 光环文化了解的也不多 这个可能是有语言平静 光环出了相关的小说 正统小说有十几部了 我基本大部分都看过了 而且都是很多欧美的很有名的科幻作家来写 写光环宇宙的这些事 所以我觉得有比较安利一波 最近它现在出剧了 我觉得喜欢科幻的 然后喜欢游戏的 然后同样对光环有了解的 或不了解的 借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传达一下这个信号 我之前在群里说聊一些光环的话题 没人理我 我们1000多人的会员群 没人理我这个话题 讲到FPS游戏的话肯定是会提到光环 光环游戏 光环算是FPS的一个始祖了 而且光环还不只是游戏这么简单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科幻设定的一个小说 然后构建起了一个世界观 人类和外星星盟 还有先行者这些故事 很多人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游戏的故事 搬到电视剧里面 可能会造成一些口碑上的奔盘 这个确实是我不太理解一点 作为一个系列老粉 你像那些不管是游戏 衍生剧 官方的那些东西 其实配音演员都那几个 比如说石管长Master Chief的配音员 叫Steven Downs 他声线特别好听 就是很沉的就是wake me when you need me 这种特别声线特别好听的一个陪影演员 游戏也是他配 然后很多衍生剧也是他配 但是每这个剧就不找他配 而且那个形象 石管长的形象 因为他摘掉头盔了 是挺失望的 Jack Gavine很好 就是很多衍生剧 很多小说过来的 或串戏 或者说觉得观感很奇怪 逛环也有这个问题 而且你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什么 主角的声优都不是该有的那个声优 给游戏和衍生剧配的 那你就更不用想Cortana了 Cortana已经出圈了 微软甚至都叫微软小娜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ortana I like Cortana We both have experience with light rings Although hers is more of a hal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包括微软自己的语音助手的Cortana 都是游戏里面的人配音 是的 但是另一方面作业系列老板 希望进一步的出圈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其实我看了这个新闻 他里有提到一点 就是制作人他是故意不去了解游戏本身 他只是拿了一个剧本 他想做一些突破 这个事也很难说 就是1000个人眼中 有1000个哈姆里头 一样的编剧导演到制作人 可能跟不会出在我们一个小说 原著小说爱好者 或者是游戏玩家爱好者的一个角度 去拍这个曲 他可能目标是更大的受众 对 所以我们格局也有大点 我觉得本身光环文化能出圈 能拍正经的剧集 其实好事 之前其实有剧 就是光环4出之前 有个特工叫Lock 然后也出了一个剧 反正是好事 毕竟这次是正剧 这次我们都看到石管掌摘下头盔了 挺激动的 再次跟大家安利一步 光环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小说游戏 去体验一下光环宇宙的魅力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 是SpaceX现在将为顶级的空间宽带竞争对手 OneWeb发射卫星 然后OneWeb听出发射卫星的原因 我们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之前提过 然后现在是让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SpaceX来发射 我简单介绍一下 OneWeb是英国政府牵头的 也是一个卫星通讯的一个服务 它的思路跟星链不完全一样 轨道是比较高的 再轨的话就600多颗 而且是给英国政府用的 就是他们自己牵头自己搞的一套东西 所以跟完全的商业化的starting来说不是一回事 然后之前他们OneWeb发射供应商是俄罗斯宇航局 是用联盟2号所有的火箭 后来遇到战争问题被制裁 然后他们不发了 俄罗斯宇航是叫宇航局 反正负责人挺逗的 也跟川普挺像的 也希望在推特上对人 之前老被人说制裁我们 然后他就有一次推特上发 你们美国的火箭去找蹦蹦床发射 跳床 Trampoline 其实也是一个嘴炮 就是刚才Jack介绍的背景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我有点怀疑亚马逊Kyper 是不是之后也要让SpaceX去发射 我觉得OneWeb跟Kyper还不一样 Kyper明显亚马逊他们可能是 卫星通讯的业务跟星链重合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说白了如果我是Elon Musk的话 Kyper找我发我也发 为什么呢 明显现在星链的不管是今后的服务 还有可靠度 还有现在靠谱程度 已经在商业卫星通讯这块 基地轨道 对吧 已经是风生水起的了 对吧 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的发射业务 我也可以给你发 给钱就行了 SpaceX和Starlink是两家公司 SpaceX包括一部分的卫星发射业务 这个东西业务就是要赚钱的 谁找我赚不是赚 而且如果真的有些厂商找他发射卫星 我不发还涉嫌垄断的 对吧 还涉嫌垄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就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One Vibe他发射遇到问题 因为战争 联盟2号卫星俄罗斯人不给发射了 现在马斯克接过来了 你看马斯克搞得风生水起 空间宽带要做起来的话 他是成为最大影响 一定的 你看现在因为战争对吧 他给乌克兰提供星链 搞了一波营销 然后现在One Vibe发不了 我们家SpaceX可以发 来吧 最近的店铺上了 我们自己跟Keytron定制的键盘 这个键盘是机械矮轴 可以自己选各种各样的手感 可以连三个蓝牙设备 还有背光 还有Windows和MacOS iOS三种模式的输入 可以走蓝牙 也可以走有线连接的方式 底板是氧机氧化的 然后边框也是氧机氧化的 这种铝的这种工艺 手感非常棒 然后纯白的剪帽 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去我们店里去看一下 支持一波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最后一个新闻 是塞尔达矿业之息2 延期到2023年的春季发售 然后是制作人他亲口透露的 其实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评论 很多人就说老头环真的没有对手了 当然也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说觉得索尼那边的新战神 包括微软必胜那边的星空 可能是年度游戏的有劣竞争者 AK你怎么看 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4月份你就聊年度最佳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来聊聊背后的一些 我的一些思考 大家很多人就这个新闻还是挺炸的 挺新的 就是昨天晚上我是看到 那个游戏制作人叫青昭英2 然后他自己录了一个视频说 要到2023年春发售 本来是定着今年 我的分析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甚至能猜测到一些原因在哪 你看咱们从一个很重要的点来分析 就是为什么4月份公布 我们今年的要往后延 很多游戏跳票是什么 零发售还有两三个月 然后会说我们进度实在赶不上 我有开发问题 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会延期 要么你在一个非常早的阶段 去公布要延期 要么在一个非常晚的一个阶段 去公布延期 像这种时间不早不晚的时候 说我们要延期了 大概率不是制作上的问题 我个人的分析 可能要是跟明年的新主机有关系 因为这是老人的传统 就是发布一个新的游戏机之后 会搭配着自家最能护航的大作 这是老人搞了很多年的一个套路 就是你这么想 如果Switch有一个新的版本 那首发大作用谁 无一例外就是马里奥 赛尔达 口袋妖怪 对 所以说明年是真有可能会有个Nintendo Switch Pearl 我名字我不确定叫不叫Pro 但是咱们纵观一下历史 在上一代的掌机 在3DS时代它是怎么搞的 它出了一个叫New 3DS 就是用了新的芯片 然后分辨率没变 然后机能大概没变 多了两个按键 然后最重要的是时钟频率增加 增加载入速度 增加机能 所以我倾向认为Switch的话 依然不会有所谓的4K也好 4K 60fps 这个我觉得是用不着的 可能是稳定的1080 因为现在的很多Switch上的游戏 是没办法原生1080去跑 而且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帧率不稳定的情况 对 然后Switch我认为 一家之言 我认为依然不会有所谓的4K 如果真有4K也是upscale上去的 也不是原生输出的 因为你移动处理器 你再怎么样 你去4K60太要求人了 而且没有意义 尤其是掌机模式下 我之前做个视频跟大家讲过 我觉得它的应该就是 保证和现有的Switch机型 不产生太大的差异的情况下 提升它的体验 对 体验最直观的 就一定会有的 一定是载入速度 因为你像现在你玩个任何一个游戏 你玩个洞森 你进个村庄要将近一分钟时间 我太扯淡了 载入的过程就是CPU去读取你的存档 构建地图 然后去做渲染 去构建场景这些 这些是持机能的地方 所以真要提升的话 可能是换新的SoC 让它的游戏 比如说降低载入时间 其实游戽入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我扩展讲一下这个话题 像最近的老头环 就是我强烈不建议大家买XBOX那个版本 你死一次载入20多秒 PC和PS5大概是6-7秒的样子 你想这种高频死亡的游戏 如果是我的我直接会退友 不想玩了 所以关于塞尔达2挑票这个事 我的倾向的判断是 不会是开发上遇到的问题 可能也跟疫情没有直接的关系 至少在塞尔达本身的层面上 跟疫情没有关系 可能是跟新的主机有关系 本来的计划是今年年底 可能趁着圣诞季 Holiday season搞一波 但是可能是因为供应商 芯片各种问题 导致新的游戏机可能推迟了 然后要到明年春天或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塞尔达也顺便着一起 老家户皇 开发完成度是很高的 老人做游戏永远不会是说 先除给大家可以玩的版本 让我不断去优化它 老人的游戏完成度非常高 虽然也会有小bug之类的这种小问题 它也会修复 但是跟很多厂商 现在越来越被steam这种形式 就是early access 做出一个能玩的版本 赶紧给你们看一下 老人不是这样的 他还做游戏很认真的 也就是说塞尔达已经完成度很高了 在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不会是制作上的问题 导致4月份告诉你 我今年都要延后了 但是跟整个公司的产品规划 有可能的关系 它毕竟是一方大作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游戏机上的考虑 这是我自己的分享 欢迎大家去就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一下 看往上有人针对这个点 他们觉得就是Switch OLED版本 可能其实OLED 其实为新的主机准备的 结果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主机到这点后了 然后所以说它OLED就给SwitchOLED用了 也有道理 但是我个人觉得OLED版本就是OLED版本 因为它屏幕好像都没到1080对吧 对 780P的 如果人电台要出新主机 真正性能提升的新主机的话 你这个屏幕至少是要到达全高清的 就是它挡机模式也要1080P去运行的话 我觉得对它来说芯片性能 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对 英伟达要出前两天泄露的 就是有个黑客去把英伟达的数据给拔出来了 大家能看得到一个新的接口吗 就是NV1N2好像是 对吧 就是那个 你估计明年3月份 就用到它类似的DLSS 可以把540P直接upscale到1080P 到时候如果明年春天 大家能买到新主机加新游戏的话 记得回来挖个粉 对 行 我们新闻差不多 新闻就聊到这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期的评论 首先是YouTube的 YouTube上有个观众的评论比较有意思 他说觉得苹果去库存是句笑话 因为大家都调侃 库克是库存科兴 他认为库克他以探能力 其实很少遇到有库存的这种情况 在我看来大公司 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就是尽量的让公司的现金流正向 库存压力变小 然后库克确实是在供应链这块是很牛逼的 这个有一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 所以也不是说就没有库存压力 也不是说就一定有库存压力 这个东西不是非黑即白的 等你去掌管苹果这样的工作 虽然你肯定没让你这样的机会 你也会想着怎么办法去减小库存 怎么去增加现金流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讨论可以 但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就是并不是库克来了就没库存了 你不可能的 他可能以前的库存 比如说周期供应链的周期supply chain 这是一门学问的 可能压一个月两个月的款 很多公司就这么死了 库克可能能做到 比如说靠他强硬的手腕或者是管理能力 对吧 可能就三五天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说他三五天就没有库存压力了 也不是说就没有 库存压力一定是存在 但是库克有很多的技巧方法 去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库克这块是 他在这块的技能数是点满上来的 确实 对 我是比较客观的聊一下这个话题 没有谁对谁错 就是不要揪着一个点说 苹果就没库存 苹果还没库克呢 苹果没库存 库克库存科技 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清这个概念是更有意义的 不要去争一个到底有没有库存 一定有 任何公司都有 对吧 第二个评论是来自于B站的 然后它是关于游戏 平衡好游戏时间和游戏大作越来越大的关系 它的观点就是游戏越来越大 然后章节内容越来越丰富 然后但是玩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很多人很难的去通关一个游戏 体验到游戏所有的内容 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回应一下这个评论 首先这个观众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 不是很小的观众了 我们这样的人确实现在面临生活工作 然后并不能做到像以前学生时代 或者说刚工作的时候 还有大量的时间去玩游戏 我现在自己的 我以前我已经吐槽几年了 我说很多游戏大家推荐我玩这个玩 我都是别推荐的别推荐的玩不过来 而且现在的游戏层出不穷 它还不像10年前20年前 对吧 可能大家一年就等了一两个游戏 然后玩的很深 几百个小时这种 你现在你隔几天出个大作 隔几天出个大作 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玩 然后另一个角度来说 现在的游戏也慢慢有点碎片化了 就有点像长视频短视频的关系了 现在人跟20年前30年前的人 消费行为 模式 然后生存上的这些东西 已经本质上不一样了 现在人压力多大 所以说那手游会更流行 所以这没办法 所以我从两个观点去回应了一下 这位观众的一些想法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可能接受短平快的刺激了 夜游 手游 然后充值多少 就1到99999这种 本质上还是说激素的刺激 多巴胺 对吧 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有大量的时间 沉下来去玩一些大作了 这个也是客观事实 现在人就这样子了 那没办了 现在的社会的叫什么 状态就是这样子 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 再加上老头好玩这样的游戏 你说我那天看了一下 我这种玩100个小时我都没通关 我打到最后两个boss了 我一看我姐的那些成就 那都已经是前0%点几了 它有排行是吧 有 Steam上那些成就 有多少人达到这个成就了 你就知道了 我当时的判断就是基于这个 你虽然卖了1200万分 但有多少人真的能把这个游戏打完 或者说体验 绝大多数的内容体验到 我觉得这个比例很少 因为它难度太高了 那还是挺可惜的 是的 还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所以小众你魂一直是小众游戏 你现在出圈是个好事对制作人来说 但是我会替他去惋惜 如果说他能关卡 或者说这种难度可以再低一点的话 也许更多的人能体验到 更多老头华的一些好的一些地方 OK 我们这期signal就聊到这差不多了 我们不出意外的话下周再见 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podcast平台 去关注一下 可以跟我们互动 国行的applepodcast也上了是吧 就通过这种方式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行我们就不多挂广告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但是如果说大家只是以为 我们聊一下赛尔达跳票 那就小看了 背后有很多深挖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想到要怎么挖 已经帮AK坑挖上了 我记得我上次聊那个老头华说 也说我可能就是宁度的家 还真有可能 然后均匀你这个毒奶 你看 宽宜之心没了 今天